接著我們看第十場賽事 第十場是三班場合 路程是1200米 熱門開票時高明進障的5.2倍 但開票時高明進障的5.8倍 不是他最熱 結果成為第二門為田太安的座期 智力同心5.5倍開票 開票時落到4倍 臨美有甚麼人馬落飛 疑話不說落飛 最冷時是16倍 開票時只剩7.6倍 第十場三班1200米 起步時初出馬 上進之星起步比較頑皮 出得快點的 開心威龍 淺藍衣蒲鴨招得快 外檔的臨場落飛 很厲害 不說排十四檔趙落飛 內檔那邊成之寶 夾著中間還有高明進障 有形有複 智力同心利害了 再跟著馬力才看到 落滿罐起步沒那麼理計 中間左右 上進之星都上來了 當多複放在內蘭位置 健康美麗美衫 美至尊高星 刀美暫時是宇宙英雄 入彎時前面開心威龍 貼藍二碟蒲鴨招得 三條宇宙不雪 落那麼多飛真的有點害怕 貼藍第四是成之寶 中間高明進障 然後那一陣上進之星落滿罐 有形有複 然後馬星見到當多複 扔出外檔的智力同心 內檔那邊至尊高星沒有位 在美的三匹 健康美麗 利害鳥和包緊尾 暫時還是宇宙英雄 入隊最後三百米時 前面說宇宙不雪 雖然洩外碟 說這裡上來過 先過蒲鴨超德 再過裡面的開心威龍 帶過幾馬威出來 後面上來就落滿罐 外檔上來的馬 就不太多 是馬群中間那隻 比較厲害的至尊高星 但前面走掉了 而說不算 這裡雖然有一點尊弱 但還是他先捉線 飛到馬道 第名至尊高星 第三名落滿罐 第四名當多複 山山來詞 挺誇張 你看剛才的賠率表 零分鐘都11倍 一下打到7.6 一下就 很順心 十四檔 他又試過賠十四檔 不太行 上次叫跑第四 以前一定有難的 不過你看看一隻 這樣的開心威龍 他配得來有口 已經想著他應該怎樣攝 他居然走去搶頭 他們有時會不懂馬性 還是故意這樣跑 真的不太明白 今天已經危難不離放 馬有口 你走去搶頭 為何會之前都不是放頭跑 我們看馬都知道 這些馬當然是找得攝 你看他在前面搶頭 為甚麼 是不是拆騎指示 外檔要先買來 還是因為真的搶頭 所以他打算留不住 他騎出來 他騎的 他騎出來 沒想過要攝 其實是有些機會攝 因為你肯定有復合超德 那隻一定會快 我們都是這樣計算 想你一定是攝來跑 那些釋馬性 你還真的搶頭 你以前又不是放頭 還要A難 這些跑法都完全廢解 那些跑法是… 人家有飛的就不一樣 那些真的挺聰明的 去到哪個位置開始斷 這隻開心威龍 這樣可以測試一下 他的能量指數 200前開始轉躍 不過他轉躍得很快 對 過鐘點也很厚 搶口馬A難搶頭 騎出來放頭 那你不斷就真的 都可以繼續 最旁的就超音班 他跑馬地一千近過 因為三班跑馬地一千 就經常有賽程 看看會不會縮去跑 這裡開始轉躍了 但他回來現在只有第十一 那些能量還未夠 還未夠 但一千就夠了 你現在是一千二吧 也可能是 是不是應該放頭跑 這個都大疑問 分析時間 頭段23秒81 第段22秒37 末段23秒正 還是總時間1分09秒18 有時也很奇怪 我們知道的東西 練馬師好像不知道 剛才說到偉達 這個就是希斯 兩個都兩大練馬師 兩大成績不算很理想的 明練馬師 都是有些奇怪的現象 其他的馬就 就是二話不說 講到二話不說 其實以往的馬 就一定要有難才跑 有樹尾有側身 上一次十四當跑到第四 都已經開始見到進步 起碼一次一次見到進步 所以都難怪別人這麼有信心 還有我想 可以說 這場自尊高升 雖然贏不了 他遲了一點點拿位 但見到追勢又很強勁 可能又看準 有時可能 三半千二 如果兇的不在的話 那些有級數一點 千世縮下來的馬又會兇一點 其實賽前看這組都挺嚴慘的 如果告訴你 跑得很有近跡 跟那些是厲害了 當多福的 真是嘗嘗無妨 這組真的不厲害 這組真的 上次上名也是跑第三 那隻叫厲害了 是的 志尊高升說他試過縮情不行 就是貴初 十一月的賽漢和現在一、二月的賽漢 你要分開來看 十一月縮情不行 一、二月可能不行 這個月還可以 這兩個月 還有賽漢用人的 他真的很厲害 又用回彭國年 雖然拿位遲了一點點 但你看到他也叫做側得起 馬都可以追上來 這馬需要這些騎士 因為組團比較立的 要側的 是的 或者看看下次賽事 賽漢用什麼騎士 因為莫尼拉還在停賽 好了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再講尾場賽事